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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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天仙 我們今天來錄坑這個 紅泰王打牌 OPCG頂點決戰 這邊一共有兩盒 這次的大獎 沒有一萬一都是我們的那個 艾絲 對,火拳艾絲 它有一個隱藏中的隱藏版本 那再來還有像是 紅髮歌姬的美音也有 還有青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盒裡面會開出什麼 現在這個是赤手可樂耶 跟第一彈一樣 是一個完全缺貨的狀態 我們就直接來開吧 一盒裡面會有24包 會有一個盒點 它附在裡面對不對 對 後面這個白的 右種的其中一種 有石夫人跟女帝 達斯奇 20包耶 所以今天這邊總共有40包 這次新的顏色是黑色對不對 所以黑色它的東西佔比較多 它的主題是海軍 它這次的紅色 是不是沒有像以前這麼速攻 算新系統 因為白鬍子血量是6000 它加速自己生命卡片拿去 那是必發嗎 對 每回合結束你會拿一張 除非你有卡片的效果 去防止它拿起來 燃燒自己生命了 對 喔 基礎這樣比別人多1000 對 然後它的那個右下角 那個生命值也比 對嗎 開場血量比別人多1 一般是4到5 它是6對不對 對它是6 喔 還蠻符合白鬍子設定的 喔 推進城的紫色 我那時候看了一下 玉卒獸好像還蠻好玩 所以它現在好像只有3種玉卒獸 它可以互相搭 這次主打 這次紫色會主打兩種 算是把自己的東快速的叫出來 一盒部分是比較代價比較大的 是把自己的東放回去東卡住 但是也會相對的把對手的東也放回去 算是一個偏干擾的吧 毒龍 毒龍 對 毒龍 邁折洛恩 不過它的人氣好像相對沒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玉卒獸的系統是蠻好玩的 它直接跳對不對 它也是互相搭配 喔 綠色這次有強化核之國的部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草帽海賊團的 那個等一下有抽到再來介紹 比較會用一旦的領導者去搭配 好像會之後有新的電影才會再往上跌價 藝圖出來了 藝圖出來了 藝圖出來了嗎 藝圖出來了 你這樣看到了 那是金邊的喔 那是SEC 我以無倫次了 一個彈刺會有兩張是金邊的對不對 對就是SEC 像上次是那個大核跟紅髮捷克 那這一次是青智跟美音 一盒不一定會有一張 一箱裡面有四張 然後可能還會有意圖的版本 卡普中架 黑色這次是主打 我們要減少對方左上角這個費用 達成之後 例如說他的費用是零的話 像這張就是對手的角色 費用是零的話 但是好像偏打支援戰 就是你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完美的搭配 他觸發是你被生命值拿起來的時候 觸發是從左邊 紅色的就是對手攻擊你的時候你可以發動 我還沒有 實際路坑路很深的下去玩 但是就我認知 Tolica感覺蠻像這種感覺的 這SR嗎 對一盒保底會有三到四張 一盒會有三到四張 喔 黃圓 那是黑色的阻擋者 這一張的話比較特殊了 因為他在對手回合的時候 力量只會加一千 所以他等於對手回合是六千 對手回合會變一個六千的阻擋者 對然後而且他還有那個效果是 不會被對方的效果KO 就是你只能正面跟他打 對你只能用對戰才能把他KO 才能把他KO 我們能讓他封個避戰 我打個一套演法給你看就好了 喔 這張 我那時候就看到他的能力好像還蠻有趣的 手排一張獄竹獸直接下下來 而且他本身三費而已 然後獄竹獸有些費用我記得是比較高的 就是你等於登場之後可以再叫一隻 喔我喜歡這個 對手費用六以下的一枚選 就是對方攻擊你時你選擇用這隻角色做阻擋 就他可以一次擋兩隻 對不對 就等於這個概念 小熟八旗 八旗很強 這遊戲少數的檢索牌的 台庫上面五張 然後檢索一張藍色的推進層 藍色八旗以外的推進層 對 他如果只限推進層就很強 對 所以一旦有一張很強 納美 他可以檢索除了納美以外的草帽 他沒有限紅色 那很強 看起來 喔 大河 人獸型態 他本身可以視為光月玉田 對然後他可以搭配這次的那個 我看你記得我只有一張可以搭配他 這張石夫人 他場上有光月玉田的時候 他就可以獲得阻擋者功能 未來應該會出越來越多 搭配光月玉田的卡片吧 應該會有機會 喔馬克 他也是一個偏復活的卡片對不對 本身是阻擋者 他被KO時手上一張白鬍子海賊團 特徵的卡片丟棄 自己生命值卡片兩張以下場合 他會復活 白鬍子海賊團就是 消耗自己的生命 自己變比較強的一個概念 河東來了 河東 不一樣是不是 一個是廣告 我想說你怎麼看出來了 原來是 背面不一樣 YES 所以我們先看最後一張 一盒只有一張的東西 傑克 這一次的主題 頂上戰爭嘛 可以給我一個面子嗎 一盒一張 會有不同的圖嗎 沒有 上次河東是什麼 魯夫 來了 喔艾絲 一盒艾絲絲就不錯 沒有艾絲 好像有點虧虧的感覺 一部牌應該也要放到三到四張吧 白鬍子海賊團的部分 登場時候 對方兩張角色卡 力量值減3000 自己的領航員 白鬍子海賊團的特徵 就是跟那個啦 麥德爾一樣 就是會獲得速攻 他是打 速攻就是剛下來那一回就可以攻擊 對 就是一個剛才沒有提到過的 綠色這一次另外一個主打的功能 登場時候可以把自己手上另外一張 指定費用以下的一張 電影或是草帽小子一夥 有這個特徵直接登場 就是算是一個連續登場的感覺 他是打一個combo 就是他可以從最高費用 然後直接啪啪啪 三張之下來 這一點就是手排消耗速度會非常快 克比一 他就是一個直接KO一隻COST3以下的 這樣就可以搭配我們剪COST的卡片 他目前右上角這個屬性 目前用途還沒那麼多 有但是很少 我看這一道好像沒有 因為像之前的魯夫 對方只要是打魯夫 這隻角色不會被KO 喔 就有點像 他本身不會怕打擊能力那種感覺 對 跟剛剛那個一樣 就是他是叫COST4以下的電影跟草帽小子一夥 然後他本身也是一個阻擋者 喔 七費阻擋者 然後再帶一隻四費 你看這隻在帶剛才的布 對就是一直帶帶帶帶帶帶 那時候就看這個好像很有趣 喔 納美 強排 SR的耶 對他是SR 這隻是登場時可以直接 就是排庫上面有五張 檢索的嘛 對檢索然後選一張 納美以外特徵有電影的卡片 公開上手 剩下的範圍牌底 他不只這樣他直接攻擊時也可以做這個動作 喔 登場時攻擊時 五千三倍 放四張 放四張 一定放滿 煙槍 死魔 他不會被那個效果KO 攻擊時 而對方有COST0的場合 他的力量會加兩千 好 那先來開這個盒頂 QQ 主獸 又是卡布 怎麼跟剛才都差不多 因為他R卡的數量就差不多 二三十張 就是前面那幾張 出了是不是 就出了吧 親自了 對吧10啊 親自了 看來是喔 親自了 兩盒兩SEC 因為他是登場10 場上五費以下的角色KO 那他第一個效果是 這一隻角色在場的時候 全場-5 所以他登場就直接 全場-5了 所以等於場面上只要有五費的 那你一登場就可以直接炸掉 他一箱裡面會有兩張全圖的卡 不吃異圖配率 你說大頭是不是 對 他頭是滿大的 他有一部就真的很大 黑的 很缺的親自了 親自 登場的時候抽一張卡片 好強喔 因為攻擊時 對方一張角色KOX-4 你可以看頭跟一般卡的卡背不一樣 頭 卡背 喔喔喔 要看到倒數第三張是紅邊 那就是 好東西啊 那我們現在改變一下節奏 好沒有 喔 麥德倫 他效果真的太強了 登場時 東-1 對手的東野-1 這張被KO10 對手的東兩張回去 兩張東被洗為東排庫 放毒 你中毒了 下賞扣一次 你死掉我再扣你 其實滿強的 藍色的那個推進層 是不是那個 偏快速綠牌的感覺 我看他有些會回到牌庫最下方 然後他還會加速自己的綠牌 他是一直把你的牌全部丟掉 因為他的效果是在你 回合結束時你零首牌你可以抽兩張 就是伊瓦克夫頭的效果 看一下卡背 綠色 沒有 綠色 你說S啊是不是 那美 我是抽得不錯 就差美艾斯而已 R事件 Z 好啦 那我們來把畫面稍微整理一下 沒加 好的 那畫面上就是我們這次開兩盒的結果 很不錯 我們這次兩盒都有開到這個SEC 然後又剛好一張美音跟一張親自各一張 其他SR的部分有開到兩張SR的納美 一張麥哲倫 一張伊萬 一張艾斯 親自有一張 還有一張黃源 哇 雖然我還沒有完全的踏地去這個坑 但是我覺得我抽的已經相當不錯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對 如果想看我開更多航海網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好不好 讓我知道說 欸我開這個影片也有很興趣的帶來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